今天和我一起动手做一方茶席吧 主材我们今天用到的是土布和丝棉 大家可以根据需要将布裁成长方形 将正面冲理然后缝合四周 记得要留一个反口哦 缝好之后啊我们就要用剪刀把四个角剪一下 这样翻过来的时候布面才会更平整 然后用一些小工具来整理一下边角 就是你现在看到的样子啦 这款茶席我做了一点小小的设计 将它的四个角呢做成了斜角的形式 这样看起来呢有一些中式的味道 这一步做完之后呢我们就要用针线 把这个反口的位置给它悄悄的缝合 尽量呢看不出痕迹来 做到这里的时候我忽然突发奇想 我想给这个茶席啊在右下角盖一个戳 这有点像是中国画的落款吧 我觉得这样看起来可能更有中式的味道 好了然后我们就要运烫一下了 将布运平之后我们就要开始用粗一些的刺紫绣的线 然后呢在这个茶席的周围缝一圈白色的边 它的作用啊一来是可以固定布边 让这个布看起来更平整 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一个手工制作的效果 我们用这种比较密实和均匀的针角 然后呢做了一个简单但是很大方这样的一个装饰 缝完一圈之后基本上我们这个茶席就完工了 最后呢我要用红色的丝线在这个边上呢做一个红色的小装饰 怎么样不错吧 我希望你来到红色的小装饰 我希望你来到红色的小装饰 我希望你来到红色的小装饰